当然我们不是鼓励金恒伟先生去绝食啦 但是因为至少他之前曾经有 非常这个情绪的一个反应 所以那我们刚才会讨论到说 那是不是真的在这个时候 你要去看这个金恒伟他怎么做呢 或陈诗梦其他的人怎么做 蓝轩 对我觉得当然陈诗梦跟这个金恒伟 两个人态度大家会去看啦 因为他们两个人其实在民进党内 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嘛 尤其是陈诗梦他的这个 辈分跟他的地位还算是蛮高的 所以自己会不会食言 我觉得当然大家可以观察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看起来 我觉得更有意思的一点是 过去民进党在进行党内的派系 不管是竞争也好分赃也好的时候 你可能很少看到说 有些人会对他们的党主席 尤其是总统的参选人 做这么严重的呛响 像陈诗梦是讲到说 你这样子有资格当总统吗 你有资格选总统吗 然后呢这个金恒伟会用绝食 那么激烈的方式来声明 他对于某一个人的支持 比较反映出来的事实上呢 说务时事务时 为什么要务时 是因为蔡英文不得不务时 我觉得他反映出来就是 蔡英文对于民进党内 目前群雄并且派系争夺 这样的情形 其实他不拥有绝对的主导性 所以他才会发现说 这个事情你看 王定宇跟这个李静怡的事情 拖了多久了 这样子草草洋洋反反复复 对于蔡英文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警讯 就是说呢当现在目前呢 每一个派系都觉得说 他可以想办法去左右蔡英文 或者每一个派系都认为说 他可以展现实力逼蔡英文 选择某个人的时候 那如果说蔡英文 真的当选的时候 我觉得民进党内 这样共治的气氛 到底它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游戏规则 我真的是非常好奇 因为过去你不管怎么讲 陈水扁那个时候也好 或是说这个谢长廷 他们在党内的辈分 跟他们的这个政治技巧 都会让派系就算继续争夺 那表面上来说 还不敢对这些 所谓的有共主地位 跟共主形象的人 粗言不逊 到这种程度 但是这一次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大家 虽然很多民进党 很喜欢小英 看好小英 但是真正在进行 全力争夺的时候 都会唱衰小英 都把它当做看没有就是了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是民进党内这一次 我觉得最特别的 这更不用讲说 这是必胜的一个选区了 其他选区的话 其实目前整个大气氛 很多人都在讲说 不管总统的胜负输赢多少 其实这个民进党在立委 是很有成长空间的 但是你看看这个艰困选区 协调到现在 好端端的这个 连郁宏也被消遣过 就是每一个艰困选区 到底你要退出什么样的人 明明有那么一个机会 可以打败国民党 但是你派思金潮到现在 还没潮出来 还很多很多 所以我觉得其实蔡英文的 整个的政治力量 跟党内的地位 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作谋 我被消遣是由我 必须检讨之处 就由自取 对等一下我们又要谈这个部分 可是我们刚刚又讲回来 就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那毕竟她是一个 总统的参选人 那她现在如果是在 民进党内部有这么多人 用这样不同的声音 来去试图挑战她 那对于她的这个选情 要怎么看呢 我们说到陈水扁好了 虽然呢人在狱中 但是呢她的心系民进党 那尤其呢是心系蔡主席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她呢因为有讲到 她说她其实呢 还是非常看好民进党重回执政 因为她说蔡英文会成为 台湾第一位女总统 无疑的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马无配 我们看到现在马无配 好像这个呼声是越来越高了 而且呢答案即将揭晓 你看T台民调 说马无配民调不但输给文昌配 六个百分点 也小输文家配一个百分点 显然无法为马英九加分 甚至还扣分 那马金体制为了2002大选 不惜是养虎为患 舍消就无 找一个最不适合当副手的人 来搭档 是福是祸 很快就见真章 所以蔡英文是真的就赢定了吗 而且就因为蓝军即将 要推出马无配吗 当然不是这样 我认为 因为我其实很早就讲 马英九其实只有一个 无钝医 因为肖万长 只说只选一届 除了肖万长之外还有谁 台北上竟然没有人 就是最适合的人选 进来他们故意把 王金平搭 然后做民调 那大家都知道 可以王金平不可能搭了 因为王金平现在就 就是设法看这个样子 就是把他摆在立法院 把他摆在立法院是是财是所 那王金平把他在立法院 那谁来当副手 当然就是无钝医 那也是目前最强的组合 也不是陈水扁讲的说 选才知道啦 但是我跟唐湘龙一样啦 预测就是 马英九跟无钝医会当选 这是一定的 刚刚提到小英 小英好像 大家好像没有办法摆平 但是其实我认为他是有办法摆平的 因为事实上他现在也摆平了嘛 那李金平跟王定宇两个 都不那么简单 都很难弄 但是蔡英文把他摆平了 那这种两个人即使两个人互相争的话 刚刚大家评论说两个其实 两个都其中反正总是有一个会胜 公民党也不会赢 就算他们两个一起才选 公民党也不会赢 这两个出来选 就算两个争的话 对蔡英文总统有影响吗 不会有影响的啦 他们的选举也是说 一票王定宇一票蔡英文啦 李俊逸也是一票 李俊逸一票蔡英文 也不会说 这是我的就是马英九 不肯嘛 所以对蔡英文的总统大局 是没有影响的 他们现在是讲好听的就是说 为了顾全总统大局 所以我就含泪推选 我觉得中间一定有文章 一定有条件交换 但你觉得蔡主席处理的很圆满 总是解决啦 总是没有说跳出来两个出来争嘛 两个出来争会很难看啦 不好看 那他总是把它摆平了 他虽然下面没有班底 但是他共主的这个象征的意义 是在的啊 是 好 辉文 如果真的是马无配的话 你的票投了下去吗 我是比较同意阿扁的讲法啦 就是马无配对国民党对马英九总统是加分还是扣分 阿扁认为是扣分 我的看法跟阿扁是一样的 这个就很像喔 民进党他的部分去如果提名顾立雄跟余天 国民党是很欢迎的啊 提名宇天跟顾立雄好 他们会认为说 你端出这样的名单出来 其实票是会减少的喔 我举实际的例子啊 这个啊 是马总统跟这个吴院长 他们去参加一个检采 结果吴丁就讲说喔 这代表因为是元月九号 这代表元首就是马英九 看得懂吗 一九 就是元首就是马英九 一月九号 元 是这样 元月九号去剪彩的 有多无聊啊 就如果在古代 这种人我是永不入用 如果我是皇帝 他永不入用 这叫宁臣啊 你是昏君啊 我不是昏君啊 昏君才会用这种人啊 玉蓬 我看起来怎么像昏君 一定立立立在打入大牢 永不入用 发配边疆去了 结果竟然 所以我主持人刚刚问那个问题 是很直接说我投了下去吗 我觉得会影响我投嘛 永久的意愿 刚刚那个吴玉璇走了 但是我还是要编尸一下吴玉璇 吴玉璇说那个副手 你们不要把副手看那么重什么的 那当初2008年啊 谁跟我们讲说什么 什么经济总规划师 什么鬼扯一大堆的 吴玉璇呢 叫他coin进来啊 那你现在要说副手又不重要了 好 这一集回经文告 马上回来